電視台 長官 不同年代流行不一樣 我剛入行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 這就簡單了 你就是耗時間而已 後來流行打麻將 稍微有一點吃力了 就是你要打政治麻將 要鼓勵輸給他 最慘的是呢 麻將流行完以後 哇靠 死人了 那個酒店不小心 一消費下去 是可以買一台車的 然後園圈有一種食物鏈 其實也不能怪長官 我們也要檢討自己 我們有時候 幾個製作人喝一喝之後 我不肯自己製造腰包吧 那小梁 我的額度就十萬 我跟妳最好就夠了 然後我就偷偷摸摸 去找媽媽桑說 差不多了 算一算 他們九歲歸九歲 那個耳力好好喔 我在包廂門口 他都聽得到喔 其中一個最大長官